日前,湖南省委书记徐守胜卸任交权引起了外界的注意 有港媒称,徐守胜是江苏邦的得力干将 徐这次卸任意味着江苏邦在师议程 更有海外观察人士指出,近年来江苏邦的多名大员 干将或落马被查,或提前退居二选,或提前退休 显示以江泽民为最大靠山的江苏邦,遭到习近平当局的横扫 正确与瓦解,将被连根拔起 日前,中共官媒通报了湖南、云南及西藏三省区的一把手换人的消息 在这次人事变动中,提前退休的原湖南省委书记徐守胜 被外界公认是江苏邦的得力干将 香港《明报》日前引述知情人透露说 徐守胜卸任湖南省委书记后,将不再就任新职而是提前退休 这意味着中共党内派系中,曾经盛级一时的江苏邦,在师议程 文章指出,之前已退休二线的原江苏省委前书记罗志军 原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原江西省委书记强卫 通常都被视为江苏邦的党羽 以落马被查的辽宁省委前书记王民和原云南省委副书记求和等人 也都是江苏邦的主要人物 其中,徐守胜的江苏旧部求和 刚刚于8月25日被控受贿2000余万元人民币并当庭认罪 王民今年8月11日因严重违继被政治立案审查 上述官员中,辽宁的王民,湖南的徐守胜,江西的强卫 江苏的罗志军,过去被海外媒体统称为江苏邦的四大诸侯 如今这四人已先后出局 有人被查,有人提前退休,有人退区二线 舆论称,这是习近平当局横扫江苏邦的最新战果 关于中共官场中的江苏邦的构成情况 香港证明2007年3月号曾刊文做过详细报道 上海地方上一直存在着江苏邦和浙江邦的说法 在上海经商大发横踩的主要是江苏邦的人 他们情一色是省部级高官的子女亲属 包揽了上海市的大多数工程、基建项目 文章称,由于江苏邦肆虐 上海的银行每年的不良贷款高达600亿 按照原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的说法 上海的工程承包、大型基建 造价比其他地方高出四成至八成 比欧盟国家都要价高 由此可见江苏邦在上海的势力的猖獗 据披露,江泽民虽被外界称为上海邦邦主 但上海人却认为他应该被称为是江苏邦邦主 正是因为江泽民掌控上海 让江苏邦的人鸡犬升天 把上海人的生意都抢光 所以上海工商界其实对江家父子恨之入骨 曾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官制中共国务院副总理的黄菊 被指是江家父子在上海的忠实代理人 是江苏邦的二号人物 江苏无锡人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也是江苏邦的重要人物 公开的资讯显示 中共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当局分批对江苏邦进行了扫荡 一批江苏邦要员代将相继落马被查 狼当入狱 中共南京市长继建业 南京市委书记杨贵泽 原江苏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赵少林 江苏省常务副省长李云峰等 江苏省的副省部级官员相继被查 王民 求和则属于江苏邦的外派要员 此外 南京百下区原区长李强 建业区原区委书记冯亚军 历水区原区委书记江明等中下级别的官员 也都已落马 南京陆河区原区委书记楼学权则在家中自杀 江苏邦要员前海南省省长蒋定之 则被调任江苏省人大常务副主任贤职 前深圳市委书记王荣被调任广东省政协主席贤职 曾有海外中文媒体梳理上述这些官员的履历后指出 他们大都在2000年前后的一段时间进入试图快车道 或平步青云步步高升 占据了江苏重要城市和省委省政府中的领导职务 他们不但在省内利益广直 同时还和外部多有勾连 如今前赴后期相继落马 很有可能是北京当局在为某些更大的动作做铺垫 有分析指 在过去20多年里 江苏官场的腐败问题一直没有揭开 原因就是有不少江苏籍的官员 韩剧京城占据要职 成为江苏政坛的保护伞 如今清算风暴已起 北京当局对江苏帮大扫荡将选向更高层次的京官 直至将这个帮派彻底严根拔起 中共官媒18日报道 中共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不再担任中央政法委委员 由中共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黄明接任 傅政华原是周永康旧部 去年被报接任610办公室主任一职 当时有分析认为傅政华将被边缘化 不过今年5月港媒披露 黄明接替傅政华出任610办公室主任 中共各级610办公室 是积极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 残酷破害法轮功的重要机构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 周永康 李东升及张悦哲等 中共610头目先后落马 分析认为傅政华闲途微妙 势图难测 近日 中共政法委员会官方网站 中国长安网栏目更新的信息显示 中共公安部党委副书记 副部长黄明已同时担任中央政法委委员 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不再担任中央政法委委员 该网站领导信息栏目5月份更新后的信息显示 傅政华已改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 常务副部长 而之前担任公安部副部长 党委委员的黄明已改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 副部长并明确为政部长级 今年61岁的傅政华从事刑侦多年 原是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亲信 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 市公安局局长 公安部党委委员 副部长等职 去年9月26日 新疆日报在公布出席新疆自治区成立60周年活动的69人 中央代表团成员名单 提及傅政华其身份为610办公室主任 公安部党委副书记 副部长 该新闻还透露出的是中纪委副书记刘金国 2014年12月不再担任的610办公室主任职务已由傅政华接任 此新闻很快被大陆多家媒体勘载 标题皆特意突出了傅政华担任这一敏感职务 不过 该信息很快就从绝大多数勘载过的大陆网站中被删除 当时海外博文社援引北京消息称 中共610是江泽民时代镇压法轮功的临时机构 习近平掌权后 610地位日渐示威 尤其在中共公安部深化改革大动作中 很可能要与其他部门合并甚至取消 因此让傅政华去坐纳的位置 显然是让他靠边站 消息还称 610机构一年的工作经费有好几千万 在中共公安部暂时也是一个肥缺 随着习近平 王岐山从根本上铲除周永康 令计划集团余孽 这将成为今后的工作的重点之一 在此背景下 傅政华即便不被清查拿下 显然也不符合习近平的用人要求 不过 今年5月 港媒报道称 可靠消息确认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 出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后 同时担任610办公室主任 晋升为政部级 傅政华明确为公安部常务副部长 黄明 曾经任江苏省公安厅厅长 2008年进京担任公安部部长助理 办公厅主任 成为时任公安部长 孟建柱的大秘 一年升任副部长 中共610办公室主任 是迫害法轮功的头目 中共各级610 是迫害法轮功的组织者与实施者 其办公室主任 因大量遭恶报离奇死亡 被称为危险职位 外界对出任610办公室主任 一职的官员不看好 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资料显示 2000年底或2001年初 江泽民在一次会议上 提出原610的运行效果 不理想 国家安全厅 公安厅 各地公安局 要直接设立610办公室 610办公室 自1999年6月10日成立至今 先后几任办公室主任为 王茂林 刘京 李东省 刘金国 傅政华 黄明 傅政华被指示 将派在公安系统内的得力打手 手握法轮功血债 据海外追查国际通报显示 傅政华作为北京公安局长 是北京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负责人 被追查国际多次追查通告 通告称 据不完全统计 截止2013年9月6日 北京当局非法抓捕北京市及外地来京的法轮功学员 打9350人 其中有246人被迫害致死 此前 海外中文媒体曾报道 重庆事件后 傅政华向习近当局举报薄熙来 王立军 并揭发周永康 试图出现转折 在一些时政观察人士眼里 傅政华是个典型的酷利 当他带着周永康与令计划的罪证 投靠习近平后 这个污点证人成为查办中案的主力 有港媒则分析认为 虽然傅政华此前倒戈揭发其主管周永康 但习近平并未完全对其放心 今年3月26日 河南省副省长兼省公安厅长王小红接任傅政华 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 今年4月16日 中共河北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张月落马 张月也曾是中共610的头目 截止目前 涉严重迫害法轮功的周永康 李东升及张月这三名610系统头目 皆被拿下 至于傅政华 黄明等高官的仕途如何 外界拭目以待 近日港媒披露 8月初在北戴河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 多位中共老将军和现任高级将领 发炮抨击近20年来军中和政界的种种溃败现象 会议并点名江泽民 曾庆红等前高层和刘云山 张高丽等现任江派常委 要求他们公开个人及家属的财产等情况 北戴河会前 王岐山曾约谈曾庆红 李长春等 发通牒要求他们公示个人财产 此前有报道显示 洗礼之前提出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被江泰新老常委曾庆红 周永康 张德江和张高丽等阻挠 而迟迟未能推行 报道说 进入8月份 中共党政军等高层会议在北戴河接连召开 其中8月5号炸开的中央政治局 中央军委联席组织民主生活会上 与会者一面倒的对前领导层和部分现领导层进行了批判 江泽民 曾庆红 李长春 吴关正 刘云山 张高丽等人被点名 会议要求他们向全国全党公开公示个人配偶子女的财产 以及亲属持有的境外居留权和国籍等 在此之前 香港争名杂志7月号也曾披露 今年6月中旬 北京当局在香山中央干修所召开的一次学习座谈会上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也曾直接点名曾庆红 李长春 贾庆林 贺国强询问他们 何时签署关于个人配偶和子女的财产及收入来源 公开公示意见 何时停止一切非正常活动等 报道指 受克邀预会的老将军赵南起 曹刚川 池浩田等率先发炮 批评中共军队近20年来的种种溃败现象 之前中央领导要负政治责任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其亮 中央军委委员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 火箭军司令员魏凤和陆军司令员李作成等 现任中共军中高级将领 也跟进炮空近20年来党风 军风 社会的堕落 败坏现象 报道称 会议上有人提出质问 党和国家的危机隐患是如何形成 恶化的 官员他方是腐败谁应问责 谁应承担限制罪责 发生贪官污吏规模性带病晋升到中央 是机制上 体制上的问题 港媒争名杂志2016年3月号 报道题为宋平力挺官员公示财产的消息称 中共元老宋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 要求通过决议规定以退离休官员 必须申报个人 配偶 子女财产 财富来源 国籍 并与向中共全党 全社会公开公示 否则去世后一律不做组织评审 结论 宋平信函引起高层圈子回响 2014年8月 习近平 李克强当局出台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征求意见稿 试图尝试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但遭到利益集团阻挠而迟迟未能推行 据明报2014年8月报道 在中共18届政治局常委中 张高丽成为抗拒财产申报的常委 外媒曾报道说 中共18届7常委要公布财产的消息传出后 已有前任政治局常委强烈反对 并有人誓言 如果7常委公布财产 就让他们难堪 最终让他们下台 据称 江派4名新老常委曾庆红 周永康 张德江和张高丽等 曾以公开个人财产 会引发全国对中共的大批判 社会上大混乱为借口 先后三次阻挠 威胁财产申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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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